从电报到电话,从BP机到大哥大,从模拟机到智能机,9月20日,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工信部部长苗维隶属新中国成立70年来,中国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变化。 苗维介绍,70年来,中国政府在努力解决信息通信的覆盖少、网速慢、资费贵三大难题。 他指出,当前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。 苗维介绍,在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同时,中国还在积极推进提速降费。 他指出,2014年以来,中国的固定和移动宽带平均下载速率都提升了近7倍。 针对着资费贵的问题,取消了用户手机国内电话的长途费用、漫游的通话费、流量的漫游费。 与5年前相比,固定网络和手机上网流量的资费水平降幅都超过了90%。 2019年6月,工信部向电信运营商发放5G商用牌照,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。 谈及5G应用场景,苗维认为,80%应该是用在物与物的通信,如工业互联网、车联网等领域。 5G将实行远程的监测、远程的诊断等方面的应用。 我们也了解到,前一阶段有些地方也实验了5G加AI远程进行心脏的手术,取得了成功,这也是一个示范。 此外,中国在制造业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,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,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些压力和挑战。 从去年的7月份以来,受宏观经济、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汽车的产销出现了28年来首次的下降。 近两个月,虽然降幅有所收窄,但是行业整体仍面临着较大的压力。 从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,当前我国汽车工业进入了市场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期。 苗维认为,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可以为汽车工业的发展赋能,汽车产业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